第三案式体 有关固体溶解度的叙数如下123所述 请回答第三案式体 1.大部分的固态物质的溶解度 所水温的升高而变大如X物质 2.少数固态物质的溶解度较不受温度影响 例如Y物质 3.极少数的固态物质的溶解度 水温度的升高而变小如Z物质 下来哪一组对应选项完全正确 根据我们在课本里面所教所学的 我们知道硝酸钾是温度越高溶解度越大 而且变化很明显 所以我们在课本上用硝酸钾做实验 所以X物质应该是硝酸钾 那么比较不会受温度影响 变化比较少的 我们课本上举的例子叫做实验 所以Y物质应该是实验 那么少数会例外的 是温度越高溶解度越小的固态物质 我们只教过一个例外 叫做氢氧化钙 水温物质应该是氢氧化钙 于是对照完之后 我们就知道我们答案应该是C 所以问我们说 下列哪一个对应的选项完全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X物质叫做硝酸钾 Y物质叫做实验 Z物质叫做氢氧化钙 Z物质叫做氢氧化钙 Z物质叫做氢氧化钙